要不痛 留你自己值吧 癌症晚期的奶奶深知自己是将死之人 于是借着残留的最后期限 她决定教会智商仅有六岁的孙子自力更生 奶奶先是主动放弃了治疗 紧接着又用所有的钱为孙子置办了一个报摊 营业执照 销售的报纸一应俱全 奶奶趴在地上为孙子摆好报纸 然后挤进丁主便悄悄远去 她躲在街头的一处转角悄悄观察 眼神充满了担忧 而阿呆则是含着棒棒糖 在阳光底下傻笑 直到看见隔壁卖水果的乌审大声吆喝 阿呆才有模有样学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奶奶这才放心地离开 路上碰见隔壁的邻居 奶奶还骄傲地和人家分享 她什么都没教 自己家的阿呆就已经会自己卖报纸了 听到此事邻居也纷纷为阿呆感到高兴 而阿呆的叫唤也起到了效果 很快就让她挣到了一块 她仔细地端向着手里的钱 虽然不明白这数字意味着什么 但她知道只要挣了钱 奶奶就会很高兴 而阿呆的大声叫唤也起到了奇效 不到一会儿 满地的报纸就被营销的所生无几 山头遮住了暖阳 隔壁的吴沈也到了回家吃饭的点 只见她收拾好水果摊就往家里赶 一旁的阿呆见状也照样学样 收拾好地上的报纸就跟在吴沈身后 顺着吴沈的足迹 阿呆很快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而奶奶在家早就准备好饭菜 吃饭时阿呆把卖报纸的所有收入 都掏出来摆在了桌上 竟然有足足一大把 看着满在而归的孙子 奶奶很是高兴 连夜买了一大堆糖果奖励给阿呆 第二天清晨 一老一哨再次来到了熟悉的地点 可不同于昨日的事 今天的阿呆版报纸是显得游刃有余 丝毫不用一旁的奶奶操心 尽管阿呆不知道卖报有什么用 但她知道卖了报 奶奶就会很开心 于是她更加卖力地卖起报来 目睹这一幕的奶奶喊是欣慰 忍不住跟隔壁水果摊的无神感叹了起来 真有那么一天 我去见她爷爷去 我也放心了 两个女人在洽谈中了解了阿呆的身世 原来阿呆是奶奶捡回来的 在三岁时查出了先天性脑瘫 从小到大一直是自己在照顾她 现在看到一天天进步的阿呆 她到时候再天之灵也能放宽心了 听到这无神甚是感动 从那天起便开始有意无意地照顾阿呆 在炎炎烈热的照耀下 阿呆被晒得满头大汗 看着这个傻小子无神心疼不已 便邀请阿呆来自己的太阳伞下 与自己一块乘两 没想到这个傻小子还挺客套 无神三番五次邀请她 她都不肯过去 无奈无神只能把太阳伞搬到阿呆的身旁 然后与她一起大声吆喝 而阿呆嘴上不会表达 却把无神的好默默记在了心里 下午一群放学路过的小学生 趁着无神不注意拖了她摊子上的果子 一旁的阿呆见状赶紧上前阻止 看着眼前的傻大哥 小学生立即开始戏弄了起来 阿呆像无头苍蝇一样来回折腾 看到阿呆跑得气喘吁吁 无神便说不要了 但阿呆无论人家怎样戏弄她 她都不肯放弃 直到把果子追回来递到无神手上 看到阿呆奋不顾身的模样 无神甚是感动 内心里不自觉地对这个傻小子 又多了几分好感 回家的路上 她甚至把自己摆摊多年的心得 都分享给了阿呆 你别老一个劲地咬我 没人的时候你就歇会儿 有人了你在咬我 你喊的时候你要把报名喊出来 你光喊卖报 人家知道你卖什么报啊 你把报名喊出来 人离老眼就听见了 说哦我正好要买这个报 人不就过来买了吗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第二天一早 无神早早就摆好摊做好了准备 没想到平日里最首饰的阿呆 此刻却没了身影 一直到中午阿呆才姗姗爱吃 然而这次不同于我 阿呆的脸上失去了 平日里灿烂的笑容 坐在小摊前 他也没能像平日里一样 麻利的摆好报纸 只是呆呆看着马路前发愣 无神见状以为是阿呆睡了懒觉 所以精神状态不好 他帮阿呆摆好报纸便开始吆喝 阿呆也减样学样 只是丝毫没了平日里的精气神 还没等一会儿 他就要收拾东西走人了 无神感到很奇怪 就过来询问状况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奶奶病了 阿呆静止来到水果摊钱 他想买几个奶奶最喜欢吃的苹果 无神见状拿起两个就递了过去 阿呆却想都没想 就拿了一把钱塞进无神手里 无神几番推辞 阿呆却死祸不愿意 只因奶奶曾经跟他说过 不可以随便受人家的恩惠 拗不过阿呆 不舍机要你一块钱 嗯 拿起苹果后 阿呆就马不停蹄地向家里赶去 平日里手脚麻利的奶奶 现在已卧病在床 阿呆心里很不识滋味 可惜他并不明白 这种奇怪的感觉叫做悲伤 他吸好苹果就连忙 递给了床上的奶奶 听到奶奶说咬不动 阿呆果断咬下了一大口苹果 喂给了奶奶 奶奶吃在嘴里填在心里 看着孝顺懂事的阿呆 奶奶眼里充满了不舍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 门外扯家常的邻居 被阿呆的哭声吸引 走进门才发现 奶奶已经在安详中闭了眼 在邻居的帮助下 阿呆送走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她成了一个孤儿 社区主任见她可怜 便好心邀请她来家里吃饭 看着桌上一大堆 平日里最喜欢的菜 却没有了往日的憨笑 她只是低头大口的干饭 社区主任告诉她不用担心 自己已经为她安排了福利院 她以后不用再卖报纸了 可阿呆哪里是担心未来 只是沉浸于伤心中无法自拔 隔天社区主任如约来接阿呆 乃至阿呆却没有丝毫反应 只见她带好卖报的东西 执意要往街上赶 她把奶奶的话牢记心中 要做一个能够自力更生的人 担心阿呆不能照顾好自己 社区主任便悄悄跟在身后 只见阿呆直冷起自己的小抱摊 随后便坐在小板凳上发了 看着阿呆木讷的表情 和臂膀上带的笑 吴婶瞬间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阿呆龙 别难过 以后吴婶就是你的亲人 有啥事就跟吴婶说 阿呆这才愿意开口说话 从她的嘴里 吴婶得知她将要被送去福利院 可福利院千好万好 哪里比得过家里好 阿呆 咱不去福利院 就跟吴婶在这边也抱 而这一幕正被远处的 社区主任看在眼里 见阿呆有这么一个大娘愿意照顾 她感到很开心 晚上社区主任找到吴婶 把阿呆的情况都给她阐述了一遍 阿呆不愿意去福利院 那只能托她多花点心思了 而吴婶满口答应 经过度日相处 她知道阿呆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于是吴婶向社区主任保证 阿呆就放心交给她吧 往后的日子里 两人早出晚归一起做生意 亲切的就好像一对母子 吴婶甚至还会给阿呆做她最喜欢的 西红柿炒鸡蛋 在吴婶的细心照顾下 渐渐的阿呆恢复起了灿烂的笑容 日子也在两人的努力下 一天天好了起来 这天吴婶的小摊上来了一个手持皮包 开着豪车的大客户 本以为可以借此大赚一笔 没想到男人却外强中单 连几毛钱都要和吴婶抗抗家 可吴婶是小本生意 哪里经得起这样折腾 见吴婶不愿意 男人生气地丢下水果就要走 阿呆见状赶忙上前阻拦 两个人互相推散了起来 眼看着矛盾就要一步步计划 车上的女人赶紧下来调解 她训斥男人不要跟傻子一般见识 男人这才把剩下的钱补上 随后甩下水果就走了 但女人冷冰冰的话语 却如同一把力量深深刺痛了吴婶的心 阿呆不是傻子 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吴婶决定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做点什么 第二天出摊时 吴婶注意到阿呆穿了多年的拖鞋 已经破烂不堪 后脚跟也磨得不成样子 于是她二话不说 就给阿呆买了一双运动鞋 虽然比不上什么名牌大货 但能让阿呆的脚少受一些痛苦 当天一回到家 阿呆就开始在屋子里翻向倒柜 不一会儿就翻出了奶奶的毛衣 她拿报纸包裹好 第二天出摊时还带着 吴婶问她手里抱着的是什么 她还支支吾吾地不告诉人家 等到达目的地 她才神神秘密地掏了出来 原来是奶奶的毛衣 随即她便给吴婶披上 一想到今天艳阳高照 自己却身着毛衣 吴婶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阿呆见状也跟着笑了起来 她天真无邪地同心 给吴婶枯燥无味的摆摊生活 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两人也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变得愈加亲戚 哪知正当一切都步入正轨时 意外却发生了 这天阳光明媚的天气 突降瓢泊大雨 两人急忙收拾好摊位 准备往家里赶 吴婶却突然身体不适 趴在摊子上动弹不得 她赶紧呼唤眼前的阿呆叫气打车 看着痛苦万分的吴婶 阿呆急躁不已 她不顾倾吞暴雨 便冲到马路边呼叫计程车 因为不会说话 她只能一边手舞足蹈 一边笨拙地念叨计程车三个字 好在很快就有计程车过来 吴婶在两人的搀附下上了车 她向阿呆叮嘱要看好水果摊 结果就这么一句话 阿呆直接从下午等到第二天清晨 没了吴婶 此时的阿呆又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 她只能看着吴婶的水果摊默默发了 过了没多久 摊子上来了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一声不吭 就开始倒腾起了吴婶摊子上的货物 阿呆见状赶紧上前阻拦 因为吴婶告诉过她要看好水果摊 她便趴在货物上一动不动 不允许他们带走一点东西 没想到却遭到了女人的怒声呵斥 你没病吧你 讨厌 躲开躲开 躲开你 原来两人是吴婶的儿子与儿媳 他们是来这里收拾东西的 第二天一早 熟悉的地点此时已经没了吴婶的身影 只剩下阿呆一人傻傻地坐在板凳上 有人来买包 她也丝毫提不起见 阿呆的心里此刻满是吴婶平日里的关心与照顾 没了吴婶 她做什么都没有意思 当天下午她早早地就收了弹 然后一路小跑赶到了吴婶家里 她站在门口向院子里望去 里面空无一人 只有那个熟悉的水果摊 于是她便一直在门口傻站着 过了许久门口才出现了一对小情侣的身影 那正是吴婶的儿子与儿媳妇 出于好奇她赶紧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 循着两人的足迹穿过几条大街 阿呆来到了一家医院 医院的医护人员看到阿呆手拿报纸 以为她是来搞推销的药贩子 于是不由分说将她赶了出去 然而阿呆并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躲在了身后的墙角里 她知道自己信信念念的吴婶肯定就在这里 我不其然 没过一会儿她就听到了儿子与儿媳妇的对话 还需要两千块钱 你还咋办 你小一不说给解决两千吗 小一倒是大有 可是他们家的情况呢 我是不知道 小伟刚上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 再加上小一不下岗 咱又不是不还她 原来吴婶病了 随后她趁着护士下班的间隙 悄悄地溜进了病房 这才看见了许久不近的吴婶 只可惜频率里手脚利索的她已握柄不起 看着吴婶痛苦的模样 阿呆心痛不已 她一脸忧伤的模样让吴婶也很不识滋味 吴婶连忙安慰对方不要担心 自己得的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 只要动了手术就可以安心出院了 可她哪里知道 为了这小小的两千块家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于是一个计划在阿呆心中悄然升起 安顿好吴婶 阿呆就马不停蹄地向家里赶去 等到再次来到医院时 她的手里多了一个大骨包 一打开才发现是阿呆辛辛苦苦卖报纸存下来的所有积蓄 而她没有丝毫隐瞒尽数交给了吴婶 一想到吴婶马上就能好起来了 阿呆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而看着吴婶身上的一大包钞票 众子女却面露蓝色 无地自容 大难临头 自己的家人却比不上一个心地善良的傻小子 吴婶感到很心酸 也就是从那天起 吴婶彻底把阿呆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一出院 吴婶便不顾家人的反对把阿呆借回了家 从那以后母子俩早出晚归 过上了真正的幸福生活 与其说是奶奶和吴婶治愈了阿呆的一生 不如说是他们彼此相互治愈 阿呆虽然不够聪明 但她却拥有部分聪明人未曾拥有的闪光点 孝顺 正直 善良 懂感恩 因为想让奶奶高兴 她努力适应迈爆生活 看到有人欺负吴婶 她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当奶奶和吴婶遇到经济难题时 她没有吴婶就拿出了全部家当 在她眼里 一切的物质都抵不过奶奶和吴婶 给予她的太阳伞 真情流露自有万君之力 希望大家的奶奶都能够健康长寿